今年夏天特别炎热,全国各地都进入福田以后气温高升,有的地方都是40多度,所以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中暑的现象。 中暑其实医学上的这个专业的词汇叫热射病,就是因为天气热或者身体热能比较多的时候来引起的各种症状。 最主要的呢,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体温,如果外界的环境高了以后,身体的代谢能力降低,然后受到这个热能的辐射以后呢,引起了多器官这样的一个损伤。 热射病呢,中暑以后呢,他分了亲中重,不同的表现,比如说我曾经见过重的,年轻人做了运动以后出现了热射病,中暑以后昏泥不洗。 这就是造成了脑的损伤,那么还有严重的脏气的功能的损伤。 比如说,有的热射病以后,中暑以后,没尿,引起了肾功能的损害。 所以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,最重要的是避免中暑。 那么一个呢是尽量不要到炎热的这个环境里面,尤其不要去做运动。 还有呢,要通风,往往发生的都是人多的地方,或者密闭的环境。 本身天气就很热,空气又不流通,就很容易发作。 那么一旦发现了以后,应该怎么办呢?迅速降温。 一定要赶快啊,就冰啊,这些冷冻的,尽快把身体的温度降下来。 甚至呢,我刚才说的,我见过的年轻人的中暑,直接拿冰桶,拿桶里面放上冰,把人泡进去。 那么迅速的把温度降下来,然后空气要流通,这样的话才能缓解。 一旦发生,意识不清,或者意识有点模糊,中暑了一会儿,迷迷灯灯,赶快送医院。 在同时,赶快拿冰袋,哪怕是去买点冰棍,雪糕,把它放到他身上,给他降温。 这个是紧急的处理,那么去了医院以后,要做全身脏气功能的维护。 所以避免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凉快的地方,空气流通的地方,不要去做运动。 刚刚我还碰到一个同事说要去跑步,这么炎热的天气下,千万不要做这么剧烈的运动。